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完针之后呢 我们先织一行底针 底针的织法呢就是 我们直接反调第一针 然后呢 后面织反针 直到还有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将最后一针织正针 然后就到了 开始演示 怎么织这个横向辫子针 首先第一针呢 我们直接这样反调 接着啊 我们 加一针 我们把线绕下去 然后呢 把线这样 这样绕 加一针 接着我们织一针正针 然后 我们左棒针 从这一针的前面 穿入到 它后面这一针 也就第二针这里 右棒针我们抽出来 然后呢 从穿入的这个线圈后面 再穿入 这个线圈 接着我们将 左棒针上这个线圈呢 直接织一针正针 没看清楚 没关系啊 我再示范 接下去我们织一针正针 左棒针 左棒针 穿入到 第二针里面 然后右棒针 抽出来 从这个线圈的后面 穿入这个第一个线圈 然后呢 我们 直接将这一针 织正针 后面就是 重复 刚才那一针的织法 一模一样了 织正针 左棒针 穿入到第二针 抽出右针 从它后面 穿入线圈 再将这一针呢 织正针 以此类推 我把这一行织完 那么我们织这个针法的时候呢 就第一针 这里啊 就是调了第一针 后面这一针呢 我们就加了一针 再后面就不用加针了啊 直接这样织就可以 这样织出来呢 就是 一个一个的横向的辨子针 我们到最后一针 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针怎么织 直接把这一行织完 因为没有几针啊 好 到最后两针 我们最后一针呢 先织一针正针 然后左棒针 还是一样 穿入到第二针里面 右棒针 穿入到线圈里 然后呢 我们不是将这一针织正针 而是将后面这两针呢 直接织 二并一 给它织完 这样呢 这里减了一针 这边加了一针 针数呢就相当了啊 好 这样织完呢就是 一排横向辫子针 然后到反面呢 就跟我前面说的 底针行的这个织法一样啊 我们就 反条 然后呢全部的织反针 但是最后一针呢 我们织正针啊 就直接织完吧 好到最后一针呢 我们就给它织正针 然后呢就重复这两行循环去织就可以了啊 好了那今天课程呢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再见 再见